女孩被绑在手术凳上吓得瑟瑟发抖 让人不知道的是 她的旁边是一个怨念极重的女鬼 只见女鬼一言不合就给她带上了宫电设备 接着无情打开了十万伏特的电闸 随着一阵电闪雷鸣 女孩瞬间被电的小脸通红 仅仅一分钟的功夫 她就被送到了奈何桥 接二连三的命案 让翠花感觉这里不能待了 为了活下去 她只能逃跑 接下来的路上 翠花神党杀神党杀佛 本以为她能顺利地逃出去 但下一秒 一条阿飘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无奈翠花只好改变逃跑路线 随后便误打误撞地 来到了一间地下室 躲到了一个电梯里 但诡异的是 就当电梯停止后 她竟然来到了顶层的院长办公室 就在这时 她发现地上莫名地出现了一道血迹 她缓缓地跟随血迹上前查看 但下一秒阿飘却出现了 她被吓得撒腿就跑 可阿飘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看着翠花即将一命呜呼 她直接砸碎旁边的玻璃箱 砸起开山符 就朝阿飘砍了过去 没想到这条阿飘居然怕物理攻击 二话不说就倒在了地上 随后翠花便来到了院长办公室 寻找女鬼的真相 她在桌子上 发现了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爱丽丝的资料 可正当她准备仔细查看时 院长却出现了 翠花直接拿起碎玻璃 就把她按倒在了墙上 院长无奈只好说出事情的真相 原来 翠花就是这个名叫爱丽丝的人 分裂出来的人格 而之前的几起命案 都是爱丽丝所分裂出来的人格 你也是 而你也应该马上消失 就在这时阿飘又出现了 一言不合到被花摔下了吗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可怕的事情并没有停止 只见这天晚上 爱丽丝准备来到厕所洗漱时 翠花的人格突然从镜子里钻了出来 很显然 这她喵的又是一个无限死循环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